真的嗎 喔 哇很油很油啊這個畫面 真可愛真可愛 OK嗎 好來謝謝 那我們這個幫志偉大哥收一下花 我們拿一下麥克風給這個演員們好不好 依序的請這個現場所有的貴賓 跟我們這個現場的媒體朋友先來打個招呼 那從阿冠這邊好了 阿倫你先來吧 黑輪 來 各位大哥大姐大學好 我在天台裡面飾演黑輪 謝謝 歐勒你好 來波爺你好 我是曾志偉 我在戲裡面飾演波爺 波爺 波爺 波爺波爺 來大家好我是那阿冬 那這次我在戲裡面演這個志偉大哥的兒子 波爺的兒子就是導輝謝謝 導輝你好 那我們就飾演這個浪子高 浪子高 對浪子高那個肌肉真的是太結實 而且那個髮型也是經典啦 以前那個學生時代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有用過那個浪子高 我覺得這個名字好像聽起來蠻特別的 帥氣 蠻特別的 對然後看那個納豆這樣點頭如搗帥 莫非這個浪子高的記憶你是非常印象鮮明嗎 沒有 我們現在國中的時候還沒有錢是用水啦 然後到後來用水把它吹開就可以 然後後來就開始有浪子高 又用過肥皂 對… 然後香香的這樣 然後用雙翔水染頭髮這樣 對…以前的年代 哇你們的這個記憶真的都很復古齁 對…有教導大家一些很好玩的畫面啦 但是要想問一下這個周杰倫 周導演 好想要先請問一下 這一次這個演員看得出來都是一時之選啊 對不對 每個演員的選擇都非常的傳神 而且很到位 對… 想要問一下當初這個在Casting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也是花了一番功夫啊 其實看了兩位就知道 對… 副指導… 副指導…是不是 這其實應該很多人都會覺得 唉唷… 非常的入戲 有時候真的在拍片就像爸爸一樣這樣 對…然後我們都跟著叫爸爸了 對… 對…然後我覺得… 對…跟著叫爸爸 對…有時候真的是 我覺得有他在的地方真的是有開心 對… 然後就是充滿…你知道就是喜氣 歡樂 對…歡樂 然後我覺得跟他… 跟他從之前拍戲到這樣 就一直覺得跟他拍戲很開心 我覺得… 那個… 在店裡面就要有這樣的元素 有這麼喜感 那我覺得… 而且…也跟他學很多 對…有時候我拍完我也說 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對…然後在裡面呢 其實… 他也透露他的足球功夫 對… 因為有時候有時候很極性的 比如說… 對…這有點有點打足球 這場戲我們加一下 等一下呢…你就在這邊 我就放個足球 那個年代也是有足球 對… 對…然後我們就… 在裡面突然加了一場戲這樣 唉唷…所以是神來之筆 有時候對不對 有這種戲精在 就是會突然加一些更好玩的情節在裡面 唉唷…所以爸爸… 真的是很謝謝你 像什麼圈女主角 可以找我演一下嗎 不敢… 唉唷…不想… 不賣就不找你們 不曉得… 看一下… 都要是不是 好…不開玩笑的啦 當然這個天台是一部這個 復古原著非常濃厚的電影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演員們都是第一次跟這個 周導演 有這個電影上的合作嗎 對不對 當初… 是接過了什麼樣的邀約說 來演我的電影天台吧 可不可以回憶一下 因為錯過了 不能說的秘密第一次 對…然後… 那時候他為什麼不演啊 你… 被顧倫美演走 哈哈… 被顧倫美演走 對… 對啊… 然後就… 後來… 終於要開始… 很久… 真的很長一段時間 還要說要拍天台 對… 那就… 很開心… 終於等到… 終於等到… 六年了… 很長… 所以是周杰仁一句話 你就演了… 對… 沒有兩句了… 兩句… 對… 所以要不要來演一下 多少錢… 對…有這樣… 那邊… 那他有時候… 第一句… 唉唷… 來演一下喔… 沒了… 沒了… 唉唷… 來演一下喔… 兩句… 好…所以回到納豆 那你是三句嗎… 唉唷… 來演一下喔… 沒有我覺得我稍微有一點點曲折啦 因為其實我… 我覺得這是能演戲 當然感謝那個傑倫啊… 感謝各位… 志偉哥啊… 其實我要感謝那個… 保怡姐 因為我前日跟那個… 志偉哥的女兒嘛… 對… 阿保… 所以我們一起在拍戲… MH主持節目… 然後一直主持… 他有一天會發現說… 欸… 發覺你跟我爸真的很像耶… 就是… 就在主持的時候… 然後我還在那邊… 千萬元餅好好吃喔… 然後他就說… 欸… 你跟我爸真的很像… 然後後來他以為是坐飛機碰到結… 被K… 他就… 碰到他… 然後在飛機上跟傑倫講這件事情 然後傑倫… 他本來就要找我演… 只是角色其實不是這個… 然後他們聊了一下之後覺得… 欸…這件事情好像滿豆的… 然後我們就豆在一起… 就豆飛機了… 真的… 我在飛機上碰到保怡啊… 就講這個… 大豆… 我覺得…欸…對喔… 把它變成父子的感覺… 對…